树林里有什么宝贝 让他们满头大汗 还要穿上一层衣服 当时就感觉到 整个头就麻掉了 过了五分钟以后 这个人慢慢就摊下去的 山中种树 林下养殖 这是现代林农致富的好办法 沙布林又赚钱 养分又赚钱 双分收 当地人小时候 记忆中的美味 现在依靠南木林 竟也能活起来 好吃吗 一片几百年的南木林 能给村子里的人们 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 本期乡土带您走进南平 去看看森林中人们的生活 就在前面了 再上去几十米就到了 冬天的顺昌县 林中依旧满眼是绿色 王心灵和家人们 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 急匆匆地要去树林子里 取回他们的宝贝 对人们来说 现在的温度还不算太冷 可对于王心灵的宝贝来说 天气再冷些 就会全部消失 王心灵他们满头是汗 可还要往自己身上 套厚重的衣服 确保自己的皮肤 不暴露在外面 他们的宝贝 到底是什么 竟然令他们 如此谨慎地保护自己 王心灵的宝贝 是攻击性十分强的虎头风 想要把他们取回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人还未走进蜂巢 防卫一是极强的工作风 就冲出来保护蜂巢 他们用自己锋利的牙齿 和熬针发起攻击 还会用翅膀发出的嗡鸣声 恐吓入侵者 若不是身上有特殊的防护服 这种强势的进攻 可真是十分危险 虎头风属于虎风 因为身上长有虎斑纹 性情比蜜蜂要凶猛得多 所以民间俗称虎头风 王心灵一般都在 自己种的树林子里养狐蜂 别看狐蜂这么凶猛 它们以各类昆虫为食 对控制病虫害 其实有着很大的作用 先用特制的收蜂笼 把工作风收进去 然后把之前埋在地下的蜂巢 挖出来 王心灵养狐蜂有四年多了 之前他一直做林业方面的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心灵接触到狐蜂养殖的技术 他想既然自己有林地 为什么不在林子里养些狐蜂 给家里多添一份收入呢 有的蜂巢会挂在树上 但王心灵养的狐蜂 都是埋在地底下的 要迅速把蜂巢取出 再用铁丝袋子牢牢绑住 蜂巢里的蜂涌 就是这次他们最大的收获 王心灵一家人 现在都忙着养蜂 他的儿子以前在外地打工 现在也回家帮忙了 刚好我这边养蜂来 人手也不够 那我就跟他讲 我讲 与其你去跟他打工不如 我们自己回来 自己发展 那后面呢 这两年蜜蜂呢 都是我儿子在操作 那我是专门管胡蜂在一块 那这两年 我们蜜蜂胡蜂呢 都还搞得很好 在顺畅生活的人们 与森林为伴 这里位于福建省的西北部 森林覆盖率达79.8% 是福建省的重点林区 许多人靠林业为生 王心林家里 众有毛竹林和山木林 他因地质疑 在毛竹林下养胡蜂 山木林中养蜜蜂 还成立了合作社 让更多的人发展临下经济 林业的收益比较慢 但每年树木的增长价值 也至少在十万元以上 加上临下养殖蜜蜂 胡蜂的效益 王心林一家的生活 还是很好的 那么养蜂 特别是一些蜜蜂 特别是一些胡蜂 那么如果养殖的话 它是我们森林生态系统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生物链的环节 那么通过胡蜂的养殖 可以降低我们森林病虫害 等等这些效果 那就是最终实现了 我们这个林子里面 它的生态价值 社会效益 还有它的经济效益 共赢的一个目的 自从国家实施储备林项目以来 顺畅以生态为优先 在精准提升森林质量的同时 也要提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林下种植 林下养殖 成了林农们短期收益较快的项目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储备林 一约就是要承担了 为国家储备 木材战略储备的一个目的 这个职责 同时要向社会提供市场需求的 一些木材 比如说我们大口径的木材 比如说我们一些乡土 珍惜珍贵素种的木材 第二个 我们国家储备林 还有个生态建设的需求和建设要求 就是增扩混交林 一林复成林 那么这些林子 它更能够提高它的生态承载能力 顺昌县是国家储备林的示范基地 林场已有10.6万亩 列入国家储备林 林场实行沙木林下套种闽南 闽南下又种植中药三叶青 给当地村民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这个闽南是一个我们福建的一个乡土珍贵素种 可以做绿化大苗素 也可以做建材素种 是一个高大的桥木 那么也比较珍贵 现在像这样子的地径有6公分的 这株至少市场价值在200元以上 村民们几乎家里都有林地 他们不仅能在这里学到新的林业知识 还可以在这里务农增添收入 吴联冰是王心凌合作社的伙伴 今天县里的养风大户都来他们的林地里现场学习 王心凌和吴联冰在林子中忙 或者他们的爱人在家里也闲不住 照顾好家人的同时 还会用风产品来制作别的东西销售 风蜡是蜜蜂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 在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 山里的人们深谙生活之道 把风蜡熬化开 加入自己榨的山茶籽油 搅拌均匀 就制成了能够保湿润肤的风蜡膏 李东英是王心凌的爱人 他没事就会做些风蜡膏在网上卖 尤其是外地的朋友 他们都非常喜欢 除了用来做风蜡膏 靠邻居生活的人 还想到了一些新的赚钱方式 吴联冰的妻子周川花 来教李东英这种新做法 风蜡口红 这是植物色混 咱们做口红的植物色混 调色粉按一定比例 加入橄榄油中 不停地搅拌 直到颜色均匀 然后放入风蜡加热 使之融化 均匀的 更均匀 因为它停地搅拌它 搅拌均匀之后倒入模具 冷却一会儿 就可以变成口红了 让人家转到最高 转到最高 换的时候一定要换瓶 周川花平时喜欢打扮自己 做好的口红自己也用 现在镇上很多人都找它买 王心林他们 从山里取回来的宝贝 还需要李东英加工一下 才再卖出去 她花了一年时间 从之前不太敢取蜂蜣 到现在 能够用蜂蜣做出各种的美味 下了不少功夫 对王心林养狐蜂这件事 李东英一直都不怎么同意 一开始不同意 真的不同意 因为这很危险 这个随便被他盯上几口就要去住院了 后面他自己要跑到云南去学 自己叫我儿子把飞机票怎么买了 然后没办法也只好支持他了 蜂蜣的价格近200元一斤 蜂蜂王的价格则达到了100元一只 当地的人们十分喜欢吃蜂蜣 虽然不易取得 但王心林家的生意还是很红火的 要品尝到这种特殊的美味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准备一锅热油 蜂蜣上撒一些盐调味 直接放入油里烹炸 香气极客四溢 有的人想吃蜂蜣不会做 李东英就在家加工好了之后运送过去 在本地销售根本不够慢 这回蜂蜣丰收 犒劳一下忙碌一年的家人们 而且李东英的儿媳妇怀孕了 正好给儿媳妇做几道菜补补身子 香菇鞍唇蛋炖蜂蜣 是李东英经常做的 既有香菇和蛋香味 还能吃到蜂蜣本身的味道 只需要把香菇打上鞍唇蛋 之后放上蜂蜣 在锅里蒸熟即可 蜂蜣的做法有许多种 用热水煮熟后 与醋 酱油 蒜头等配料 一起搅拌均匀 用来当作凉拌菜 对于喜欢吃蜂蜣的人来说 这种能够尝出软滑口感的做法 再好不过 蜂蜣除了能够当菜吃 用来煮在鸡汤里 既能增加一些营养 还能增加鲜味 给他人快快快 过来吃了 今天炒了这么多菜 辛苦你了 快 好了 吃热吃吃热吃 这个好香啊 忙碌了一年 最后一窝蜂蜣也挖出来了 大家可以在冬天 稍微轻松一阵子了 也能坐下来 慢慢品尝这些美味 在同样与树木为伴的建阳区麻沙镇 他们通过村子保留几百年的一片南木林 给村民们带来了好生活 南木林旁 林建妹和家人们在卖着亲手做的米棚糕 村子里的人们一看到他在南木林旁卖米棚糕 并知道再过阵子就要过年了 这些受村民们热爱的米棚糕 是当地传统的小吃 差不多流行了一百年左右 又松又松 好吃吗 拉拉拉 这个别的 林建妹摊位旁的南木林 已然变成全村的招牌 南木本来就比较珍贵 而且这一片南木林是宋朝时期 菜市久如的菜园定亲手所种 保留到现在实属不易 村民们都十分爱护这片树林 而现在当地通过这片南木生态保护林 发展旅游 生活在南木林下的村民们 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福利 现在我们南木林 然后这边游客也多了 外面的游客 周边的人都会来这边 牧民过来这边旅游 游玩 所以它带动了我们村 很多的一些产业 就是我们村里也办起了 一个农家小院 给村民也带来很多的创收 由于米棚高复杂的步骤 林建妹全家人都来帮忙做 打麻瓷果 这种利器活儿 交给林建妹的两个弟弟 糯米用木桶蒸熟后 趁热倒入石旧 林建妹一家都是农民 平时地里都种着葡萄 现在天冷了 地里的活儿也都忙完了 这才做起米棚高来卖 打麻瓷果要两个人配合 一个人抡起木杵时 另外的人翻动糯米 然后要加入盐 水和小苏打 用一定比例调和 再均匀与麻瓷果融合 这就是米棚高会蓬松的秘方 打到糯米完全看不出 饭粒的形状 抹上一层油 晾晒几天就可以爆了 米棚高是当地人们儿时的记忆 在以前小孩子几乎不能随意吃上零食 到了年根才能做的米棚高 是那时候孩子们难得的美味 现在吃着林建妹他们做的米棚高 依旧是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 现在大家都嫌麻烦 所以很多人家里都不做了 我们是说想把这个 我们这个传统的小吃传承下去 当我们每家每户 过年还能吃上这个 自从家里做了米棚高 浓闲的时候 林建妹的丈夫和弟弟 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现在村子里通过南木林 来旅游的人多 家里的生活还算不错 爆好的米果片 需要先放在温油里过一下 然后再放入热油中去炸 如果直接放进热油里 就会变得特别硬 烹炸的火候也是很关键的 林建妹的母亲林林弟 看孩子们为了这个家太辛苦了 也来帮忙 米棚高不仅是一种传统美食 它更饱含着香愁 小时候林林弟也许就在灶台旁 帮自己的母亲添柴 怀着期待的心情 等待着吃第一口 做好的米棚高吧 炸好了米果片 就可以熬糖了 麦芽糖和白砂糖按比例混合 大铁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 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味道 请工人做的 怕做不好 因为这个每一道工序 都要做得非常好 才会好吃 包裹着糖汁的米果片 蘸上红白混合的糯米 象征着黏味的美食 就这么做出来了 靠着南木林过上好日子的 可不止林建梅一家 刘恒亮在自己家 做了南木林农家小院 他也是因为南木林发展了旅游后 才回家创业的 刘恒亮今天要找一种特殊的食材 做给游客们吃 可在这竹林里能有什么呢 要找很久 每个砂糖 有核边 有核林的地方 都要去装进去看一看 这看着像草一样的植物 不懂的人还真看不出什么名堂 这个在当地叫做龙须藤 也叫龙须草 因为是冬季 藤上原本有像龙须的叶子 都掉光了 现在只能挖走根来使用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找的 很难找 不是说每片树林都有的 它的生产有一定的防御条件 比如说这个要靠河边 土制沙土要比较疏松的地方 龙须藤不仅能够食用 还可以当作药材来用 整日与森林为伴的人们 善于利用林地中的资源 有的人不认得龙须草 刘衡亮却知道 如何好好地利用起来 之前一直在外地奔波的刘衡亮 看到自己的家乡一天天在发展 便觉得回乡创业是个好选择 自己的厨艺也不差 许多当地的人 也跑来吃他做的农家菜 洗净的龙须草 是要与自己家养的林地鸡一起炖 农家小院的铁锅土灶 包括墙上的瓷砖 都是刘衡亮自己弄的 它用来炖的鸡 都是散养在林子里的 肉比较鲜嫩 不用太多的工序 也不用放过多的调料 把龙须草和土鸡的香味 凸显出来就好 平日里吃些药膳 当地人认为 对身体也有一定的益处 南木林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引气越来越大 好像我们现在 在这里搞这个农家乐 第一个是说 给自己推过乐训 也给游客提过方便 大家来我这边吃的 对我这边吃的很不错 都很满意 我要把它当作乐训来做 我就能够把它做好 虽然龙须草有药用价值 可是吃起来却不苦 反而与鸡炖在一起很香 以后准备还要扩建几个 像是那个大型的包装 还有什么民宿 这些东西我都准备 都要把它发展出来 而且我这边现在 明年发展起来 我可以带动 隔壁邻居 很多人都会做这个 像我隔壁邻居 有的时候包裹 做什么 都是他们来协助 来帮我做 我们隔壁邻居都很那个 他们都讲你把农价肉搞好来 那么我们也明天也跟着 跟你一起把这个行业 一条龙的做下来 看一下 品尝一下 我这农价小店的菜 味道怎么样 你在吃的这个是龙虚草炖鸡 这个呢 它做到对人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是我们这边一个特色 特色菜 刘恒亮家的农家小院 生意这么好 村子里有许多年轻人 都不准备出去打工了 他们有的家里种葡萄 看到来南木林玩的游客 越来越多 便也做起了水果采摘 和农家乐的生意 希望你们来这里 吃好玩好 然后再到我们南木林 就走一走 逛一逛 我们现在南木林 发展得非常好了 水南村 在村子里定期会组织一些小活动 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游客 另一方面 也想让村民们 在农闲时丰富下生活 这次要举行吃果比赛 就在农家小院里 做些材料的准备 南方的果有很多种类 甜的 咸的 大的 小的 肉的 素的 各种馅料都有 他们在快过节的时候 也总聚在一起做果吃 做果需要花费时间制作 步骤繁琐 并且配料很多 也不是日常家庭的主食 逢年过节 做不同种类的果 在当地是很常见的事 刘恒亮的妻子 潘彩秀忙完了生意 也来帮忙 他和刘恒亮 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平时就帮刘恒亮打打下手 果准备的差不多了 村子里的人们知道今天有活动 早糟糕地就聚在广场上 有些队子 一定要把十个全喂完 第一个喂完十个了 就是第一名 要奖励果 虽然咸果个头小 可吃得要快 还来不及品味的 就往肚子里咽 这组是第一名 这组第二名 这组第三名 刘恒亮忙了一上午 这一下可吃饱了 生活在水南村的人们 世世代代保护着南木林 几百年来从不随意砍伐 他们知道这片林子 对自己有多重要 而现在南木林成了 生态很好的旅游景区 给村民们带来了更大的好处 村里的孩子们 打小就在南木林中玩闹 一代又一代 南木林依旧还是那片 南木林 他见证着水南村的发展 见证着水南村的变化 在这里他流下了害怕的眼泪 好恐怖 在这里他流下了勇敢者的足迹 圆圆的桃花 为何插满钢签 这个里面是放开火的吗 他打飞饼 为啥屡次失手 小心小心小心 他倒茶怎么也来振振笑声 古老的沃土 全新的体验 敬请收看下期乡图 你所不知道的亚美尼亚 上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